中共709大抓捕屑滿五年 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現 我政府呼籲中共要尊重言論自由 真正進行治理改革 理性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釋放不當關押人士 我政府會持續關注中國大陸人權狀況 花蓮今天上午接連發生兩起地震 南投最大陣度二級 位在日月潭風景區 則有民眾拍到天空疑似出現 於林狀地震雲 對此日月潭氣象站指出 氣象科學並無地震雲的分類 民眾不用太過擔心 北市1280月票近期備受矚目 傳出有司機為賺貸課獎金 狂刷月票到破外 北市交通局表示 已開罰新台幣9萬元 並追回補助款 司機個人法律責任 則要看客運公司怎麼處置 運輸專家今天提議 國道5號通勤費尖峰時段 提高為10倍後 引起許多通勤族批評 通勤族們說 尖峰時段他們是去上班 通勤費長那麼高 根本是在懲罰宜蘭人 對此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 高工局會再做評估 新唐人雅的電視張力報導 不適合